人者研究了一下Facebook即将推出的数字货币天秤Libra 发现他与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的特别提款权SDR 以及2008年神秘人士钟本聪发明的比特币都有相似之处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通过这三种货币的对比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知道美元上都写了一句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上帝 这三种奇怪的货币他们的哲学思想又是怎样的呢 SDR是由多国政府组织IMF发行的 它相信各国之间的互帮互助 比特币不相信任何政府只相信开源代码 Libra是一个由Libra协会管理 基于开源代码由主权资产保底的加密货币 可见Libra对人类的信念涵盖了企业代码和政府三种 这些货币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SDR的目的是防止主权信用危机 因为持有SDR的国家可以向IMF提取国际流通货币 比特币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不需要信赖的第三方货币 Libra的目的在宣传资料里说是让国际转账多快好审 但是它在白皮书里写的是要创造一个简单的世界货币与金融基础设施 在价值方面 SDR和Libra都是与一揽子金融资产挂钩的 SDR是和一定比例的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挂钩 Libra的资产后援团组成还未最终确定 但是除了主流现金可能还包含良心主权国家的国债 比特币因为不需要第三方增性 其价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 从现行的法律地位上说 SDR和Libra都是由国际公约或者受美国或瑞士法律保护的合同确立的财产关系 比特币的财产权比较模糊 谁有密码谁就可以取钱 如果你的比特币被偷到了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为你去抓贼 从货币供应量上说 IMF的股东国家目前制定的SDR总量为3000亿美元 比特币的数量是固定的 但市值会有很大变化 目前大概在2000亿美元左右 Libra可多可少没有固定的供应量 那么谁可以拥有这些货币 第一桶金又从哪里来呢 SDR只有IMF的成员国才能拥有 而且不能买卖 可以说是单位分的 Libra和Bitcoin只要你有手机或者电脑都可以拥有 但是第一桶金需要你拿真金白银去买 当然比特币也可以挖出来 可是挖矿的工具也是要钱买 所以本质上是一回事 在流通信上说 SDR虽然每个国家都承认 但是它无法流通 也不能用来买东西 可是Libra和Bitcoin理论上 是可以流通的数字货币 但不是法定货币 两厢情愿才能用它支付 好处是没有国界的限制 最后当你不想要它们了 想换成法币或其他虚拟货币时怎么办呢 SDR是不能退回的 但是Libra和Bitcoin都可以在24小时开张的 网上交易市场买卖 总的来说 Libra具有SDR的保值性和安全性 拥有比特币的电子交易无国界特点 也许是一种不错的折衷 也许是人类过渡到Bitcoin路程上 一个相对安全的中转站 也许是更加多元化货币生态中的一个新的门类 你会愿意使用Libra甚至用Libra 作为计量单位谈工资合同吗 Libra对经济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意料之外的影响 请在留言中和大家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